今天是2月16星期一 明天一日市 口日搬日市 已经连30了 换句话来说 农历新年假日的气氛 已经主导了整个大局 所以难怪今天市的成交 今下进一步只有512亿 看看市场 经过上周五的一轮上升 恒指已经回到10天和20天线之上 即是整个族沉底的形态 已经渐渐转移为 是转移了 甚至乎 有少少肉侍顶的格局 首先来我说 今个月市况是由5号高位25,048 跌到12号低位24,226点 在822点的波幅里 指数升至8点会升破 跌至8点会跌破 其实是好行的一件事 目前来说 10天和20天线 交叉在25,600点左右 指数在24,700楼上 当然站在10天和20天线之上 相反来说 跌200点就走在24,500楼下 就失手10天和20天线 如果在10天和20天线上 进一步向上网 一个月一定是今个月的高位 25,048 相反来说 走在10天和20天线 似必就是朝着24,226点 推进的 市况相对来说是不明的 但是部分都还是比较稳定 有一个技术形态 想和大家谈一谈的 就是一个月的波幅 一般来说 1000点是好行的一件事 相对于一月份的市场 升到1682点来说 今天这个波幅只有822点 就是差不多一半了 其实可能到農曆年加之后 这个波幅是会扩阔的 问题是穿头还是破脚 如果你要穿头的 只要一个条件 指数一定是要 穩守10天和20天线之上 只要这个形态不变的话 市是会等机会进步向上走的 以今个月的低位 24,226点计数 不用多了 只要有1000点 或者118点的上升波幅 指数绝对有条件挑战 去年9月4日的高位 25,362点了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势头都有利是顶 不过明天 后天只有半日市 另外就是放假回来 有什么黑天和事件发生 这个大家就不知道 但是以市论市来说 现在这一分钟 是呈现了一个 短定的势头 即是说只要指数 不再走在10天和20天线之下 形态不单是有利是顶 甚至乎是穿顶的 去到2月份 其实農曆年加已经近了 不单是香港是牛肥 A股也如是 但是A股的走势 就比较有点明确 因为上证指数 是由去年10月27日的低位 2280点起步 去到今年1月23日的高位 3407点 是升了1127点 之后一直跌跌跌跌跌跌跌 跌到2月9日 即上星期一的低位 是3049点 跌了358点 升了1127点 跌回358点 跌了多少 是31.7% 其实是很标准的 之后由上星期一的3049点 开始升升升升 星期二升 星期三升 星期四升 星期五升 到今天都是升 五年升 即是指数今天 以最高去到3229点 是升回180点 跌了358点 升回180点 就差不多升回跌幅的一半 所以A股的走势 其实来说是比较明确的 虽然是暂时来说 在可能过年的气氛主導之下 暂时来说都不知道你走哪里 但你不用多了 升了1127点 跌回358点 有什么那么奇怪 跌完358点之后 回升回180点 那就是 势头根本上属于 咬住高台而不下 那一旦突破了3407点的话 任何一天都好 目标将会直至09年8月4日的高位 3478点 好了 看看实际环境 一月份的通胀数字 只有0.8% 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你不处理的话 跌下跌下真的去到通缩 所以一般市场估计 人行会很快就进一步减息 甚至在2月底3月初 进一步下调盐准备金 希望用一个宽松货币政策 去刺激经济 那股市上升就有财富效应 有财富效应 有财富效应就刺激消费 有消费 其实来说可以拉动内需市场的板块 所以我始终认为 现在最逼切性就是A股一定要升 固定投资 就是订多些基建是可以的 但基建订的项目 是要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期 才可以反映在经济身上 至于另一个火车头出口更加不用说了 人民币汇价跌是有利于出口 但也不是这么快见客 最直接见客是什么呢 就是股市上升 因为赚到钱 你肯吃 你肯洗 肯消费 自必然就可以拉动内需了 所以过年之后 我觉得股市的走势 应该是朝着高台逐步向上推升 我不管你政策面配合 还是实际环境有需要也好 因为只要股市升到某个水平 是令到投资者的信心重现的话 其实是百物都会受惠的 当然了 升得太多就会有投机 但怎样为止太多 大家不要想想 09年8月4日 指数最高见了3478点 每年的经济增长是8.5% 或者7.5% 但股市是跌了46个月 只不过现在是追回一个落后的波幅 如果拍完经济增长的话 如果上证指数现在是4500 或者4800点 我觉得也是不为过的 你只是看一众的内银股 市盈率只有5倍、6倍 已经知道了 是严重的 股值是低的 不过没办法 市场的信心是要慢慢慢慢恢复的 只要有大概7.5到8倍的市盈率 现在计数 所有内银股最低限度要升到10% 不过内银的步伐是比较慢的 你要快的一定是券商股 一定是内险股 因为这个受惠于A股庞大的成交金额 和那个上升大力的效益 对不对 好了 今天讲到这里 不讲了 我弄完一些讲言 接着要去分享工作 今天去北角 也是今年最后一次的讲工作 明年再讲就是要年了